那所以每個地球母親的孩子 也就是每一個地球人都可以來告 都可以來告這三家廠商 那我們在 如果有些人對於 官非這種東西 有忌諱的 也歡迎大家來加入 現在全球抗疫的行動 就是三週年 福島核災三週年的前夕 在3月8號、9號 全世界的人大家一起來上街頭 對這些核災的整個供應鏈 的這些廠商 以及電力公司 一起來提出這個抗疫 那我們亞太的綠黨聯盟 也剛好在3月的時候 會在菲律賓舉辦這個大會 我們也會來一起推動 這件的跨國的行動 那也要在這邊提醒 台灣的各位朋友 在福島核災所發生的 這個災害的這個福島 這個馬克1號的這個畸形 其實跟台灣的核一核二 是一模一樣的畸形 其實非常的危險 而且是設計不良 台灣的核一場核二場應該立即的處理 謝謝 謝謝我們接下來請長老教會的代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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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外人 師教授 各位先進 各位記者大家好 我僅代表台灣基督帳號教會 在这边重申 台湾基督教教会于1992年 所发表的反核宣言 最重要的就是说 基于基督教信仰 我们相信这个宇宙 是上帝所创造 而人类是代替上帝 来管理这个世界 所以信仰的表现 就是要 让我们人类能够父亲 维护自然界完整和谐 这是信仰的表现 这是为什么台湾基督教教会 愿意与全世界的 环保人士站在一起 也就是今天为什么 教会愿意站出来 因此参与日本反核人士 所发起的 要控告核电厂制造商的诉讼 这是我们的信仰 这是我们的立场 就是要预办 谢谢大家 那我们现场还有长老教会的一个重要成员 就是林泽夫 前立委 前立委林泽夫 他很客气 说不要讲话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请 这个 田县任 田历委补充一下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刚刚亚银说 我们应该修核子事故 损害赔偿吧 在福岛核灾爆核的时候呢 我们民进党团就不断不断的提案 就不断不断的被挡在程序委员会里面 我们要修第一 就是核子事故的损害赔偿要没有上限 理由为什么被反对呢 反对的理由竟然是说 如果这样的话 那个保险会非常的贵 所以呢 为了台电为了让核电厂的这个单价 每一度电维持一个很低的数字 他的损害赔偿的保险值 保险事实而已 这42亿里面还包括了他们自己设备的损害 所以刚刚亚银说 每一个人可以分到180块 183块 绝对不可能 因为这42亿大部分 赔他们自己的设备 大概我想就赔光了 然后这个我们要改其他的 都没有办法改 那我们台湾确实 真的就像那个会长讲的 我们真的是没有条件用核电 就算是核电厂没有爆炸 我们那些核废料 美国的国家科学院研究报告已经出来了 美国政府也根据那研究报告修改了法律 就是要存放用过的燃料棒的那个地方 美国政府要跟当地的居民保证 那个地方一百万年内是稳定安全的 我请教过陈玉峰老师说一百万年内里面 我们台湾经历过几次冰河期 他大约算了一下说大概四五次 四到五次冰河期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未来找到一个地方 勉强要存放那个用过的燃料棒 那一百万年内那个地方是会沉下去到海底里面去 还是要浮上来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保证 我相信连上帝都没有办法这个确保 所以我的意思说台湾真的是没有那个条件 即使核电厂不爆炸 何况我觉得台湾的核电厂到现在没有爆炸 是拖天之父 那未来会不会爆炸 没有人知道 大家想一想 2011年的3月11号 这个3月10号那一天日本的日子是怎么样 就像今天的台湾一样是平安的 但是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 真的没有人知道 所以呢我是觉得说 我们这一代是成熟的负责任的这一代台湾人 真的要把核电港停下来 那我们的政府官员既然没有一个人敢负责 那也不签了约也让我们没有办法去要求 跟这个制造厂商要求 那我们人民真的是只有自己团结起来 所有的爸爸妈妈 所有的哥哥姐姐站起来 把这个核电厂停下 不然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 那感谢日本的朋友 感谢日本的律师 今天把这样的重要的讯息带来 就是我们大家签了约 一起来通告那个厂商 那那个厂商 当然我知道是难度非常的高 但是要让那个厂商知道 他们不能够免于责任 那我们大家每天都过着担心的日子 那一旦出了事我们的国家万劫不复 他们竟然完全没有责任 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够容许 所以我们不论不分国别的人民环节起来 终止这个核电地益集团的魔掌 谢谢 那各位媒体朋友没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我们下屋的门集团 在右边 好